昨晚 悬疑犯罪电影《消失的他》 凭借着近27亿元的票房成绩 成为了中国影史犯罪片的票房冠军 用时仅14天 该片监制总编剧陈思成 商业秀学敏锐 由他主导创作的《唐人街探案》系列 《误杀》系列都在市场上获得极大的成功 近年来 陈思成主导创作了6部悬疑电影 总票房已经接近140亿元 平均每部票房超23亿元 差不多都看过 我觉得风格差距还是蛮大的 我觉得误杀好一点 这个看完感觉有点太沉重了吧 《唐人太一》还是最喜欢的 把《消失的演技》开发到的极致 我特别想看《唐人街探案》第四部 也是比较期待《悬疑家》科幻的 很期待陈思成导演更多的 很好看的原创的电影 强类型 强情节 强视听 是陈思成的悬疑模式的典型特点 在话题 节奏 情绪上 都有着精准拿捏 陈思成的悬疑电影 它的硬伤还是比较少 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 揭开悬疑那个过程 还是很爽的 几部的悬疑作品 都有很强的社会话题 像《渣男恋爱老子》 它为了使这个故事更显得真实 甚至买下了中国孕妇 在泰国被推下山崖的改变权 包括《误杀》 其实里面也有贫富差距 包括阶级什么的 所以它就是话题性很强 自己的孩子 我们有什么很做不出的事情 在创作团队搭建上 陈思成可谓知人善任 他监制的电影 大多启用充满朝气和锐气的新人导演 新人导演最大的优势 就是一方面是他们了解 年轻观众的观影需求和审美的需求 对音乐 对色彩的使用 比较敢大胆的创新 这是他的作品能够受到 年轻观众喜欢的重要的原因 所谓三人行必有我时 这事儿它一定是有道理的 刘翔是一个摄影出身的导演 他对影像还有上自己独特的见解 崔瑞他一直都在国外学电影 他对好莱坞那一套的东西也比较收支 我希望能更多地跟优秀的电影人们合作 极具独性和攻击性的动物 参与我们主人公的境遇和心理状态 而在演员选择上 陈思成更是有着精准的眼光 他选演员还是选得比较准确的 很符合他这个影片的剧情和他的定位 像《唐探》系列选的是王宝强和刘浩然 这两个男主角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而王宝强也通过《唐探》系列 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一个喜剧演员 深入人心的 另外像《误杀》系列选了《逍遥》 通过两部《误杀》 一下子让大家看着他演戏的这种潜伦 朱一龙也是 虽然去年的人生大事 他已经体现出了很好的演技了 但这一次在《消失了他》里面 他通过眼角的抽动 通过他前后形象的巨大的反差 塑造了这个人物还是非常好 陈思成好几部悬疑作品 都是翻拍自国外的优秀电影 可翻拍也不是个简单的活 他带领团队接见原作的框架 重铸血肉 在本土化的改造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张警官 你是这种不管真相有多黑暗 你都会死死要住凶手不放的 好紧张 这次体现了他在悬疑一篇创作上的一些 探索和创新 否则的话你如果仅仅是 拿了一个很老的一个本子 就给他照搬过来的话 其实观众不会喜欢的 当然刚开始在他打造这个悬疑宇宙的过程中 有借鉴 有翻拍 这个其实都很正常 但是如果确实如果一直是以翻拍为主 那么确实不利于他本人这一系列的成功的打造 我是希望陈思成他们团队 以后能够更多原创的优秀的悬疑类型片 专家建议以观众的需求作为出发点 加大剧本的原创力度 持续探索和创新 如此才能为悬疑宇宙输入源头活水 赢得市场和观众 迄今为止我的毛孔都是打开的 我还在学习 我认为好奇心和学习能力 是最重要充实自己的 你只要这个东西能力不丧失的话 你就还有进步的空间 电影还是服务于观众的 只要群众有需求 我们就努力